北台中青少年暑假研习已经包含了动静态 静态的部分是绘画班所举办的成果展 发起活动的市议员吴敏基就表示 今年一共有36位的学员来报名 在为期5周的课程当中 有专业的老师规划了儿童彩画 纸胶带画以及石膏版画等等 希望透过多媒材的创作方式 不仅激发学生的艺术美感 也让他们的暑骑生活收获满满 橱白胶撒亮粉 小朋友手拿画作和大家分享创作的心得 奔入第11届的北台中青少年暑骑研习营 这天举办了绘画班的成果展 在为期5周的课程当中 由专业的美术老师带领36位学生 一起学习创作儿童彩画 纸胶带画以及石膏版画等等 种类相当多元 这个是用石膏版先印上去一张黑色的纸 再把它做成一个洞穴 最后再画这个树木 再印这个树叶 用老师给的树叶印上去 他们还主动提到 妈妈家里有没有盐巴 想说什么东西 为什么还要盐巴这样子 然后他们说还可以有那个什么 雪花的效果还是什么 所以他们回家还可以去运用到 我觉得这课程还蛮特别的 可以让他们回去又到应用这样子 小朋友有兴趣啊 然后刚好我们今年第一次知道说 有这些活动 想说让他们可以参加这样子 觉得很不错啊 回家都还会自己拿水踩在那边 调颜色在那边玩 我觉得进步很多 为了让甲安埔地区的国中小学生 能够好好充实暑假生活 西元吴敏纪连续11年 举办北台中青少年暑期研锡营 其中篮球和桌球班 日前已经圆满结训 这天轮到了绘画班举办成果展 也因为不收报名费 因此开办以来就获得不少家长好评 请好的老师 不一样专场的老师 每一年来给小朋友教导 不管是版画美术各方面 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学到 更多元的这个绘画的技术 还有想法 从国小到国中这个阶段 尤其在暑假期间来办 相当的适合 很多家长都很肯定 能够在漫长的暑假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艺术的一个班级 能够让小朋友学得更多 透过五颜六色的冰封画作 让孩子们天马行空 彩绘出各种的图案 像是变色龙 猫头鹰 以及螳螂等等 全都是栩栩如生的 呈现在大家眼前 期望透过多媒材的创作 不仅激发学生的艺术美感 也让他们的暑期生活 收获满满 记者陈伯瀚台中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